大家好,我是小苏 今天收到一个大包裹 里面全部都是新款的衣服 因为这两天的话,有事情没有去市场赚 然后呢,厂家又发来了一批刚出的新款 其实是款式我已经看过了 具体质量怎么样,我还没看 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拆包看一下 我们把那些性价比高的留下来 嗯,讲当机来,你今天就差不多都没犯了 发也对,这就是叶田啊 这就是说,用完一批两条款式 嗯,不用再给哈 没有淘气,一批就这么给你 并不是我破灭的地方 他说是把冰丁给吃了,下面发过人俏俏话 俏俏养主席的相中 然后呢,相不重要,在我平坏 我们这件就是认证哈板 我们说我认证哈板 这都是迎急的眼,又凤矣,又细断 第一件的话,是一个针织的开山 质量和款式都是挺好的,这件就留下来 一个白色,一个黑色的,两个颜色 这个条纹的开山都是不挑人的 然后这个弹性也是很大的 一个假两件的针织,两个颜色 现在拆开的全部都是打底 总共是三个款式的打底,颜色也是很多的 然后我穿的这个是黑色的,这个黑色的很显瘦 它底下是一种不规则的 看一下后边,前面它就是这样的 然后这种面料的话,是这种很厚很厚的这种面料 也可以单穿,也可以当打底穿 全部拆开,然后我试一遍 就是朋友们看喜欢哪一款,我就留那一款 但拆了一刀队啊,拆了整个块 我想它就是一块 没什么刀细的 背影,有长块,有大块,有凤衣,有细装 这些面料的背影,是吧 我穿了这倒地我感觉挺舒服的 这种链子它不会往铁了那样 好闲,是吧 所以它越来越来越来越劲 这种面料它就 若用了它不会气球 这种面料 是啊,不是弄不动 不是那种气球那种菜,对吧 我也菜了,我也越来越壮严 这样的话,我感觉商人效果还是挺好的 这边做了木耳边的设计 然后不会显得肩宽 然后后院的话,它就是这种款式的 底下的话,它是做了一个拼接 底下这个扣子也可以补扣的 可以这样穿也可以 这个是黑色的效果 黑色的比较显瘦 6了还是什么 这和我们一样穿 嗯,能不能穿过6县 这款是一个条纹的针织开扇 经典,永远不过实的 这就是一个夹两件的 然后袖子是做了一个衬衣的袖子 这边的话是一个针织的马甲 然后底下配了一个烟管裤 这个裤子穿上是挺舒服的 但是我就不给朋友们推荐了 因为我感觉它性价比不高 这款西装长江是爆款 然后我穿上身上的话就是这种效果 后面的话它是一个假口袋的设计 也是两个颜色,一个是咖啡色的 很经典特别流行的咖啡色 还有就是一个黑色的 忽略热的极不厚 这是另外一个款,这个款式也好看 就是经典流行的后面的话 它是这样一个款式 一个黑色一个咖色 这个是黑色的效果 黑色的显瘦 我现在试穿的是一个中长款 它的长度就是到膝盖 然后款式就是一个简单大方款的 这种面料都是非常好的面料 就是我挑了几款性价比高 而且质量款式都相对来说比较好看的 最近的话我们也直播不了 所以我就都放到橱窗里面 有喜欢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缝衣的我觉得还是穿起来穿的比较 有那种缝衣的缝衣的缝衣 干就干了缝衣吧 要不干,这哪里恰然的事 又恰然垃圾了 这种缝衣的缝衣的缝衣 这种缝衣的缝衣的缝衣 你发现了没有? 你才发现了 这些都是正好通常事件 就是火炸了放 然后蛋黄买了 买了以后到中国擦 什么的 专门给弄在地下里 专门给买一样 对 真是热了 好,搞定了